第八集 然后滚于胸腹之间 这样很容易 把这个孤独 吸入到这个蛋黄里边 但这也不是绝对 仅仅只能解部分孤独 如果用不对方法 会反受其害的 马警官紧张地看着我说 哎呀 怎么了 我被下鼓了吗 是不是那碗水有问题啊 那个从干部也很莫名其妙 说怎么可能呢 这事听过 不过那个老婆子会下鼓 这太荒诞了 鸡蛋很快就被找回来了 我给了这老汉二十块钱 让他稍微煮熟 我跟马警官说 一般下鼓啊 那都得下鼓的人 自己解骨才行 不然方法错误死得更快 不过呢 我这儿有一点特殊 啊 这个啊 其中那个窍门呢 就不好跟你讲了 你知道就行啊 我说的是实话 十二发门里啊 把这个鼓大致分为了十一种 有金蚕鼓 蛇鼓 嘛 针片鼓 石头鼓 泥球鼓 中害鼓 肝鼓 肿鼓 颠鼓 阴蛇鼓 生蛇鼓 下鼓的方式呢 也是千变万化 各有秘法的 它们中啊 叫做肝鼓的 是去五股 小蛇 啊 蚂蚁蝉蚯蚓 右股呢 是头发等啊 把它 盐墨为粉 至于房内 或者是乡内 所刻的这个 五温神像的前面 供奉 九支 然后 下到水里 才能得到 如果不接 这个妖魔就会 站在这个 长腹之中 弄出 肚胀啊 脚痛啊 雨泻啊 上下冲动的这个 症状来 要不是我 有金蚕骨 护体 能克一切 这恶骨 不一定能够 智着它们身上的 这个孤独 马警官 愤愤不平地说 哎 亏你还给它们 一千块钱呢 我知道 它有点怪我了 怪我当时没有提醒它 于是我就跟它说了 你不是要找 碎尸汉的凶手吗 我只是让你不要 打草惊蛇而已 哦 是吗 你 你知道凶手了 我说 你派人盯着疯子家就行了 你别的不要管 这个时候 老汉 用一个瓷碗装着两个熟鸡蛋进来了 我依照旧法啊 给它们两个分别解了骨 完了之后呢 马海波脸色苍白的 去布置任务了 而那个村干部则骂骂咧咧的 说要去找他们的麻烦 我跟他说 啊 你最好不要 否则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脸色大变 惊恐地走了出去 看他那个样啊 也许是想不通 这 这平时老老实实的一家人 怎么就会突然变得这么恐怖了呢 到了晚上 天色变暗了 马海波告诉我 说那家人确实有问题 我并不想了解其中的安妞 我只问什么时候动手 他说先等等 明天早上 逮捕令一道 立刻动手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专案组的人明显都活泼了很多 几个年轻的赶紧跟我说话呀 那个语气也套整 那么一股 那么一股尊敬味 没人喝酒 他们有人晚上还要去盯收 只可惜啊 哎 我在问到有没有找到李泽财的时候 他们都摇头 说没有 我晚上就睡在塑盖村专案组的筑地了 同屋的有几个白天值勤的警察 我开始习惯了 每天都进行 祷告 祈念 所以我一直念念叨叨的 九夜间 那正是炎热的夏天 只有一个电风扇在那转着吹 但是我仍然是汗水黏黏的 翻来覆去 直到晚上十一点 我才睡觉 也睡不安定 可是屋子里的这些汉子 那个呼噜声是此起彼伏 喝 大的震天的响啊 我好不容易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中 我好像感觉脖子后面 有一股凉嗖嗖的冷风 这种风 跟电风扇吹出来 那个风有很大的不同啊 就像在脖子上 抹了一点风油精 花露水 然后被山风这么一吹 那种感觉 怎么那么阴灿灿的呀 我本来就没睡熟 一下一睁眼 我就醒过来了 然后我就看见 在我床前三米的地方 有一个红色的兜兜 还有这么一个粉嫩可爱的女娃娃 朝天边 她脸白的呀 哎呦 静得就像是瓷器 一双眼珠子 黑呦呦的 四肢都是雪白 肥兜兜的 看着十分的可爱 就像是画片里边的那个娃娃 可是在她的耳后 额下 可是暴露着青黑色的 争鸣的青筋呢 她很恐惧地看着我 但是她撅起了小嘴 好像还在朝我吹着气 我这脖子后边又是嗖嗖的 怎么阴凉阴凉的呀 我脑子是清醒得很 我一下就想起了十二法门里边的那个 区域里面所讲的内容了 小鬼 这个小鬼 有很多种说法 最早呢 流传于中国的茅山术 像这个养无鬼呀 柳陵童子啊 那都属于养小鬼 在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高绵 缅甸 新加坡 这些地方啊 叫做养谷曼童 在苗疆巫术里面也有 叫做请天童 其实这些除了少数高深的法师 降头师 是用副传柳木养灵之外啊 最寻常的方法呢 就是打开刚死的孩童的墓地 用蜡烛 烧烤铜湿的下巴 用这个小棺材啊 接湿油 用这个湿油 直接炼制小鬼 小鬼有很多的用处啊 聚财 消灾 警罩 迷幻 户宅 当然了 还有就是 海人 这房子里边的人没有一个醒的 银白色的月光 从木格子的窗外照进来 我集中精神 我集中精神看着她 我看着她 然后我在心中摸念 领票 统治 接心 烈 击尘 就感觉我脖子后边 这个凉意开始消散了 一股灼热的气流 从小腹之中 生腾而起 与此同时 这个女娃娃终于发现 我能够看见她了 居然 她转身就要跑 我哪会让她跑呢 我 一边 沟通我体内的金蚕骨 一边 低声的猛喝一声 掉 就像这个小孩的身形里边 叫做一顿 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身体里传出来 然后集中在我的手上 跳下床 就去抓住那女娃娃的手 我怎么一抓 我感觉手上一片冰凉 我能够感觉自己已经抓住她了 正在这个时候 她转过了头 洁白瓷器一般的脸 突然就变得铁青色 眼睛也变成了红色 樱桃小口 一下裂成了满身厉齿的大嘴 一口就朝我咬回来了 我怎么会怕 这么一个倒行浅薄的鬼娃娃呢 我集中精神在右手上 借助着金蚕骨的力量 硬扛住了这一口 这鬼娃娃一口咬在我胳膊上 然而被我藏在上门的热力 给烫了一下 立刻放开了嘴巴 死命地挣扎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要紧紧地抓着她呀 过了一会儿 这鬼娃娃不动了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变成了黑色 里面有一点点的亮光 像是黑夜中的一盏灯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反正吧 看到这个鬼娃娃很无辜的表情 我这我这心里莫名其妙的 就多了一分怜悯 啊 就见我们俩人 一人一鬼 大眼瞪小眼 我们看了一会儿 我见她这个眼睛眨了眨 心想 她是不是会说话呀 我就问了 谁派你来的 她眨了眨眼睛 然后很恐惧地 看着西边的方向 我知道 西边 就是王宝宋 以及她娘 罗二妹的家 我要问 你会不会说话 她摇了摇头 那小嘴张了张 可是没有一点事 我知道了 作为灵体鬼魂 她没有声带 自然是不会说话的 不过 她能够听懂我的话 那么一定还是有一些智慧的 我想起了 在王宝宋家 罗二妹的床下面有很浓的尸气 默默就是埋藏着这个小鬼的尸体呢 镇压山巒十二法门里边有很多秘文 异式 僵尸 小鬼 妖物 虫骨 这些都有 剪多了也就不奇怪了 而且我有本命骨护体 我并不怕的 小鬼能够夺人的性命 大部分都是利用幻觉 力气和神秘感 真正能够 一 几只能 害人性命的 也有 不过大多是道性高深的 这个小鬼一看就 没有成性多久 他想不了气以后 我放松了心情 于是好奇心就浓烈起来了 我并没有见过如此的领地 所以我越发的好奇了 于是我就问了他好多的事情 比如 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啊 家人在哪啊 多大了呀 之类的 不过 对于他自己的前尘往事 这鬼娃娃好像一概不知 他懵懵懂懂的只是摇头 而当我问到罗尔妹的时候 他又恐惧了 就见他那小小的身子吓得呀 吓得真哆嗦 这个时候 村里的鸡 依然叫了第一遍了 鬼娃娃开始变得惊恐万分 我知道 鬼物灵体 最开始的时候 最怕阳光 见光鸡消融 而他一开始成型啊 只有庇护鱼 炼化他湿油 毛发和肢解之后的那个物体中 不然 必然会烟消云散 所以我就不没难他了 我就把他的手放开了 行了 你回去吧 他愣愣地看着我 还手啊 放在嘴里边 那么 那么一多一多的 我又回了回手 跟他说 你回去吧 别再害人了 如果有缘 咱们还会见面的 不知为什么 我对这个本来非常恐怖的东西 我生不出什么恶感来 一 是因为他的外表 外表 粉朵 玉琢 十分的可爱 二来 他能力也不大 刚刚成型 应该也做不成什么恶事 想一想 一个小女孩 惨遭横死 却又被人捡了尸体 把这个灵魂给控制住 然后来害人 这本身其实也就 也就蛮可怜的了 好吧 说了怎么多呀 其实我就是一个 萝莉控啊 我就是舍不得 这鬼娃娃看着我 然后就开始飘起来了 飘啊 飘啊 从那个木板的那个间隙 慢慢的 他就挤出去了 我发了一会儿袋 然后看着屋子里 那些个仍然在梦里边 酣睡的家伙 我叹了一口气 然后我披着衣服来到院子里 我静静地 等待着太阳出来 第二天早上 拿到了逮捕证的 马海波马警官 邀我一同前往 我摇摇头拒绝 我说我不想去看 马海波心里没底儿啊 说光他们去没人镇场子呀 不不不不定就会有同志 是是是牺牲啊 我真想笑了我 哎呦 我说你们 我说你们这会儿 可都是国家的武装啊 个的个儿 绑大妖元的啊 你们提棍拿枪的 还害怕这个呀 然而 马海波自从昨天的那件事情之后啊 他那胆子还真的就变小了 他老实地说 怕 他说他昨天到那个厕所 拉的那泡屎啊 也是黑漆漆的 弄得他一晚上都在做噩梦 他们领头的呢 是刑警队的副队长 四十多岁 他也邀我 说 说陆同志 不必去一趟 他还说 同志们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 哎呦 我说我要 我要是不去 哎呦 你们是不是该说我拿架子了 其实我是真的有点害怕了 他们都拿我当旁门左道的专家了 殊不知 我其实就是一刚入门的办调子呀 而且 我这也没有师父带 啊 那可是一个 同样家学的这个 渊博的养古人啊 要不是我体内 有我外婆养的这只几十年的金蚕骨 而且这些天来 我彻夜的苦读那本破书 我早就中招挂了秋了 我 我哪能还在这儿潇洒呢 我 而且 这这罗二妹 似乎并不只会养古 啊 他还会养小鬼 谁知道他还会养什么呀 就 苗江养古的一个造诣来说 他可是比我高中好多好多呀 而我 仅仅只是一个 蒙受了 仙人一则的家伙而已呀 见我在这儿犹豫不决 嗯 马警官越发不自在了 他拉着我的袖子说 陆左 你说老实话啊 这一趟任务是不是有危险 嗯 要有 你早点说 让我们这个心里边啊 也好有个准备 啊 一个年轻警官在旁边 紧张兮兮的说 老板 要不要 写一书啊 他们管这个领导啊 都叫老板 而他们的老板 刑副队长 则咽着口水 眼巴巴地看着我 被一圈大男人围着看 这种感觉不好受啊 让我有一种 回到学生师期上舞台 被千人瞩目的那种紧张感了 并且没关系 感谢观看